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几次想当身边人反对信仰攻击基督徒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呢 属性们第四章 使徒们有美好的见证 我们看到我们要面对的可能是众人的职责 掌权者的指控 也许是老师、老板、这些政府官员 当权者对我们的指控 甚至威胁、逼迫、下监牢 在人际上我们被排挤、很孤单 这种种都是我们可能会面对 传福音的时候要面对到的挑战 而使徒们给我们美好的榜样 他们怎么做 他们被吓到尖里 他们被审问的时候 他们选择一件事情 就是高举耶稣 是耶稣让人得到痊愈 耶稣被钉石架之后 耶稣被死里复活 而将人弃的石头 成为方角的头块石头 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唯独耶稣御石架 这是我们一生的高举 不但如此 他们选择单单听从神 不要听从人 并且 他们选择大力的祷告 呼求神 一方面叫神的仆人大放胆量 讲神道 二方面 求神神主所要医治疾病 彰显神迹跟大能 最后我们看到使徒们 他们活出 彼此相爱 凡物公用 真实美好的 信徒的生活 吸引人 大力的来到主的面前 是的 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但愿 耶稣基督 石架成我们的盼望 高举石架 听从神 祷告 相爱 要节 在四章十二节 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我们来祷告 主啊 帮助我们 不管环境如何的挑战 让我们坚持 耶稣基督是主 除耶稣以外 别无拯救 让我们单单 高举主 依靠主 传扬主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